这个很简单 你们回去可以做两三件事 使你们的呼吸这个部分 你自己有没有顺畅 你自己要检查 身体是你的 呼吸是你的 生命是你的 你自己要检查 怎么检查 很简单 平常你们都是 有两个 一个鼻子 一个嘴巴 鼻子的时候怎么呼吸 下土上溪 有没有简单 所以是最简单 那你知道最简单的 是最难 人类很喜欢复杂 不喜欢甜感 简单好无聊 头脑最怕无聊 头脑最怕 简单是头脑的死亡 头脑最喜欢的 复杂 复杂是它的营养素 所以叫你敬重 睡着了 为什么 头脑最不喜欢简单 你要入境要入定 都是到最好简单 到最好空 可是 空又是 头脑最怕 最害怕的 它是它的死亡 我讲这个很科学的东西 对不对 那我们要怎么一步一步 到位 通过很前 通过你的呼吸 那怎么呼吸 第一个 下土上溪 嘴巴闭起来 通过鼻子 刚开始你吸 会 瞬间吸太多会什么 太多的带氧量 会头瘪 那没关系 过几天就好了 那几次就好了 就这样吸 涂 嘴巴涂吗 对 鼻子 鼻子涂 透过身体 帮助你呼吸 因为你呼吸是很浅的 透过身体 帮助你加深 带氧量 加深呼吸 加深吸 到位 上来吸 用鼻子 上来就开始吸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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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下就好了 我不相信你不会流汗 要有声音很难 没有故意的 要有声音很难 不是都不是 都是透过身体全身的力量 帮你呼吸 帮你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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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鼻子 哪里 穿平力好 穿平 我来说你就是这样 穿平 呼吸 吐完 吐到完 吸 吸到饱 都用鼻子 都用鼻子 这个是鼻子 第一次要用鼻子 这个这样十下就好了 十下完 你充满着带氧量的时候 使你的 肺气物 透过呼吸 帮你代谢 帮你 直接进入到你的脑门 脑要带氧量 你需要 血去要循环 我们透过身体 第二步 很简单 教你们 女士不少 这一招是谁 因为我 激临死亡 到观音法界的时候 胡萨教我的 我现在不死了 教你们 他真的可以健康 第二招是什么 第二招就是很简单 他要调整你三个点 胸腔 背后的 背后的 高方线 高方线 这两个 你续菌 除肠 还有包括很多的经济 经脉 在内内 你们靠不住 我们就要排掉 第三个 你的肩颈 压力太大了 肥子 所以这三个点一定要把他释放掉 你用担五斤 你就担七斤 不然你去 你用担七斤 你来担五斤 筋筋筋筋筋 要把你这个压力释放掉 怎么释放 刚才我是用鼻子 现在用嘴巴 好 谢谢 来 我再教你们用嘴巴的 这招你们要学起来 这招是我观音法界菩萨教我 女士不爽 对身体很健康 很大的帮助 双肘放在前 我先示范 用你的嘴巴 现在不用鼻子了 用嘴巴 吸 从丹田吸到你胸腔 锁住胸腔 不能吐掉 所以吸 吸 吸 吸到胸 瞬间要吐掉 好 注意看 吸 吐掉之后 注意看 我那一口气吐掉的话 如果正确的话 那一口气会从这边出去 包括你的手掌 手指头出去 出去之后 两肩 是平行的 不能这样 也不能太高 平行 平行之后 你的手 这个手掌 手腕 这个往内翘 往内 动你的肩膀 把你的这一个气节 包括你的气脉 经络 放松 你注意看 你不用其他的 我光你这样 你手指 直直的往内就好了 这样动 有没有气 有没有能量在走 都是神经 告诉你的 这个有什么 这个是什么 很简单 气脉 经络 我自己都知道怎么走 这个都是我头部经验 告诉你的 那这个部位很简单 就是C 第一个 你们要先有一个概念 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扩胸 对不对 我刚才讲扩胸 扩胸完之后反压 定甲骨 这里压住之后 你的续菌 除胆 你都在后面 这个时候反手回来 如果气没有那么长 这个时候你气一定要急上来 憋到胸腔 吸 憋住 然后瞬间吐气 啊 吐 说明把你那一口气 闷 你们很凶闷气闷 很怨恨的那一股能量 包括你气节 那个把它涂掉 涂掉之后再动 如果打对 对的话 你全身会流汗 就像我现在打两枪 我都全身流汗 第一步 第一步是吸土 吸土 对不对 十下 这个打十下就好了 第三个 这是丹田以上 对不对 丹田以下 很简单 占三七步 平常你们不能站三七 这个时候站三七步 你的公支步 往斜一点 往上翘 你的脚趾头撑开 气得出去了 有没有感觉 往上脚趾头撑开 站三七斜一点 然后气得出来 大概十秒钟就好了 你的能量就会往下 这边一样 往撑开 这个要撑开 这个要撑开 懂吗 往上翘撑开 这样就好了 能量就出去了 对你们身心 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你们身心 会有很大的帮助 你们等一下要示范 不然你回家要练 因为那个拽 那个美角 有时候要到位 然后你注意看 如果你这样打十下 很简单测试 你只要 打完之后 甩甩手 我跟妳的手的能量会很强 强到你这个手掌 手掌连心的 你只要心静下来 你用触摸的 所以触摸的感觉 好 大家跟我一样 你就这样抖就好了 这个很简单 然后练气功 他们哪 气最粗显的东西 这样抖 这样抖 抖 再抖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没有其他那么难 刚才你打过了 好 好 好 放手 放手 然后再慢慢的 眼睛闭上 感受能量 来 来 进来 这个 有没有能量 只要你活得就有能量 没有 这是最粗浅的东西 有热气 对 那个就是能量 有没有能量 有 有 它会吸 有吸 有 以后有机会还很多 还有吸大地的人 没有人可以吸 刚才跟你讲 你拍脚都会麻了 那没有麻 你脚是吸盘 你脚 可是现在人不科学 违反自然科学 为什么 你家里所有的房子 全部是绝缘体 所以你不会健康 全部是绝缘体 哪有跟大地连结 没有 没有 我们现在所盖的房子 全部都是什么 水泥生理 完全跟你隔绝掉 一大字来 断绝 人不会健康 原理在这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叫你去踩地气 脱脚丫子打进去 它有原理 你就要是大地连结 那我用这个理论 我用这个刚才 五个能量体的理论 再教你一个真实的理论 它是有什么来的 那你就懂了 大地的磁场 万物所有地母 它都伟大 只要你吸它的能量 它所有矿物质 全部都在地底下 可是你可以吃土吗 可以 有一种方法 吸大地灵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物质转换不灭定力 你吃它的蔬菜 蔬菜就会吸所有大地的营养素 你吃蔬菜你得到养分了 它就是第一体转第二体的能量 这样懂了吗 你身体 转什么 情绪体 你要提升啊 它是转换 牛吃草 我们吃牛的牛奶 得到它的营养 它是第三体 每一介物都是这样子 可是它是什么 它是整体的 身心里是整体的 你不能分 你的思想 你的精神 你的情绪 你的肉体 虽然你看不到 可是它是存在的 在座的各位 请问一下空气会传染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情绪会不会传染 对 你就知道了 你的精神会不会传染 你的消极跟积极 你的希望 失望 你会不会传染 你先检查你自己 能量跑到哪里去 第四题 既然空气会污染 你的思想会不会污染 思想会不会污染 正向跟负面的 你先对照你自己 万法归一 不要去管别人 先管你自己 把那能量纳回来 矫正你自己 修行只有一个 自我养生 违反 你有没有违反自然法治 不用去管别人 你管你自己 有没有违反自然法治 这个要规移 灵性我们不再谈 我们老师暂时不谈灵性 身心灵这一块的 光你的思想就好了 我不要谈到灵性了 你的习性你的习惯 透过你的呼吸 你知不知道 能不能脱离阴阳法则 如果你不能脱离阴阳法则 二元对立法则 你要觉醒跟觉悟 觉醒跟觉悟 那你就跳脱 你就放下 如果你不能决定一己 稀跟土你都没有办法掌握了 你爱恨也没有办法走 你情绪体 我跟你讲你永远在这 绕来绕去没完没了 你要觉醒 而且站在中立 第三只眼的能量 所以 第三只眼就是 跳脱 看清楚了 跳脱二元对立法则 爱恨对错好败是非善恶 他在告诉你 只要你跳脱 就没事 第三只眼就是在告诉你 智慧之眼 不要再恶言对立法则争执 所以我今天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 那这个 我们也希望透过以后有机会 带着很多的跟你们分享 那我们这个也是 我们自己在台中以后你们也可以说都会拦截 那因为我都在台中都在南投 我自己的故乡是在南投 那其实我陌生 我先前三四年 五年前 六年前 我是来台北教过两年的课 跟在哪里 其实我在 跟很有缘 跟洪先生 我们的那个 洪先生 洪大哥 在那边接他的场景在上 深心理课程 那为什么有一本书出来 叫做《灵魂呼吸法》 《灵魂呼吸法》就是针对心理 疏解 疏压 还有包括透过呼吸 进入到跟我们自己的连结 包括灵魂出窍 包括所有 我记得讲 我都是带食物的课程 不是理论 理论一定要透过应征 就像我自己 到现在我已经五十岁了 我刚好五十岁了 我自己要走往自己的路 就像我自己身体 我已经掌握自己的健康 健康掌握在你自己 生命掌握在你自己 绝对不跟命力抵抖 要健康 靠你自己 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的妈妈 我妈妈是假装陷害跟女孩 十年前 因为我哥哥往生 他最怕的 有时候最怕的不是另一半死掉 是我们的儿子 他是身边的一块肉 结果我妈妈犹豫 然后伤心立绝 结果她得了Cancer 可是Cancer不是病 它是症状 它是告诉你什么讯息 透过这个部分 我们怎么帮她重建 到现在我妈妈的那个重大疾病卡 四年前就变得掉 你不见了 不用了 你都好好的 到现在我妈妈七十几岁 七十三岁都很健康 怎么去帮她死疗 帮她身心的平衡 帮她健康 其实都可以的 不要把她当作病 她是症状 身体是你自己的 如果你去养生 我们采取的自然渔学 然后所有的文化里面 其实我们台湾的自然渔学里面 其实它已经慢慢发芽 很多全世界慢慢会 从我们台湾取杰 中国的文化 博大精神 不是一两天 它已经有六七千年的历史 就像我们的中游 就像我们的易经 就像我们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部分 都是从我们中国这一脉之间 现在要防谷归真的 万一慢慢告诉我 有很多事情 我也是透过 我先说我的上师 先说万一 她告诉我很多的真理 就像我现在一直在学书 我的书里面有一本 现在在整理 它只是告诉传达的讯息 现在整个地球观 未来的走向是什么 人类 包括自然渔学 其实她有告诉我一些 其实我现在也在整理一些书 就像我的书叫天一 天上的天 你觉得我现在在著作 名字也是乖妈妈 给我下来 我再写一些议论的结束 未来人类的走向 你才能真正的深信 你真正的快乐 我希望今天透过这个简单的分享 希望能真正的带给你们快乐 健康很平安 也相对的不只关心你自己 也透过简单的分享 简单的手机 那你们也可以自我检查 你可以检查你 你关心你的小孩 关心你的家人 那你也可以摸摸他 他是哪里出问题的 然后我们才来对峙 你自己知道你的问题一点 你才能找寻对峙的方面是什么 是要吃的呢 是要调整的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使我们健康的一个路径 今天感谢 请问一下 好 OK 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 好